再来关心高雄地区同样也是风雨发威 全是路数倒塌多达259件 不少车主的挨车停放在路旁被砸毁 还有外送员骑到了一半 数突然倒下来惨被急中摔车 连轻轨也受波及 包含红绿灯同样也是不敌强风吹袭受创 而在迄今还传出了海水倒灌 在渡轮站旁边水淹马路 紧急宣布渡轮惊天停航 海水满出来越过固然往马路上冲 一坡接一坡完全止不住 大水一往马路 迄今渡轮站周边海面路面分不清楚 狂风好雨这一扫 海产滩桌椅被掀翻 露营区也好惨 帐篷变镂空只剩骨炸 那个天啊 天天天的声音 海水倒灌进来 身边就整个都是 入夜后风雨长进 这棵老树 败给风雨连根拔起 砸往棉宅 受到台风杜苏瑞的影响 目前骑津渡轮站的渡轮 已经全面停舍 风浪过大 骑津渡轮28号宣布停航 转往仁武区 地下道也泡水 水淹膝盖高 驾驶开来 发现过不去 只好绕道 天亮后接到一片狼藉 全是陆树海 开车便障碍赛 这位外送员骑到一半 被树砸到摔车 我们车上检查一下 好熟耶 陆树倒塌 集中路旁车辆 一堆车主爱车毁了 心都凉了吧 光陆树倒塌 就有259件 还有广告招牌掉落 连红绿灯都被摧毁 垂半空摇摇晃晃 高雄居民台风夜很有感 记者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